本期视频由范道原创制作 都说桂林山水假天下 当然桂林这个地方不止山水美景出名 这里的根雕也是非常有名的 前几年在桂林 巨型根雕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火爆 造型各异的巨型根雕 不到一天就会被全国各地的爱好者高价购买 甚至有的买主会在根雕还没有制作好的时候就提前预定 35岁的龙师傅花50万买了一块乌木 在上面雕刻罗汉 耗时一年都还没有完成 别看这进度很慢 龙师傅的这件巨型根雕作品 已经以几百万的价格售卖出去 上面几十个罗汉徐徐如生喜笑颜开 仿佛在巨木上获得了生命时的 看着很有意思 根雕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而且雕刻出的象征吉祥好运的图案 也是不少商人青睐它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觉得在公司或者家里放这么一块巨型根雕 看上去气派华丽 同时也能为自己带来好运 也难怪那么多人喜欢根雕了 可惜最近根雕市场已经有点衰退了 买巨型根雕的人也没有前几年那么多 本来工艺加工制作根雕的巨木 现在被堆放在路边 长出青苔无人购买 越来越少的人买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毕竟现在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 种植树木砍伐树木的成本越来越高 像龙师傅这样专门做根雕的师傅 就得花很多钱去准备木材 还很容易被客人毁约 市场风险很大 自然做这个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虽然根雕市场不是很景气 龙师傅却没有放弃自己成为根雕艺术家的梦想 他选择平时开茶馆做点小生意 剩一时间接着研究他的根雕艺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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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